中国历史上突然消失的三位名人 谜团重重 至今没有任何线索 历史就像是一面镜子 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兴衰成败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给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谜团 让人们一个一个去破解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 历史就像是他们心中的一个恋人 有人痴迷其中 将其作为最大的乐趣 穷奇一生想要破解这些谜团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历史谜团 曾经让很多人费解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三位名人莫名其妙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之后便再无消息 那么这三个神秘的人物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位 徐福 徐福东渡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 徐福当年是秦始皇最信赖的方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为了更加长久的统治国家 掌控权力 曾经在全国上下寻求长生不老药 后来徐福利用秦始皇这一心理 获得了荣华富贵 每次出去寻找长生不老药 徐福总有各种理由来搪塞秦始皇 而这位统一路国 已是英雄的千古一帝 竟然被一个方式耍得团团转 最终被骗走了三千同男同女和大批金银财宝 而徐福则带着这些战利品东渡海上 从此一去不回 至今没人知道徐福的下落 而秦始皇也在不久之后病逝 长生不老的美梦还没做成 就驾鹤西去了 第二位 鬼骨子 鬼骨子是我国历史上最神秘的一个人 在正史上 没有其参与政治活动的任何痕迹 但是培养出的学生 却一个比一个牛 比如苏秦 张仪 唐轩 孙斌等人 各个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对于鬼骨子来说 自己的名气实际上也是被这几个有名的学生带起来的 但是在当时来说 鬼骨子应该是非常有名的 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前去找鬼骨子拜师学艺 据说鬼骨子擅长兵家 阴阳家等各门学院 真正使身在草野之中 却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第三位 建文皇帝朱与伦 如果再给朱与伦一次机会 估计他再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再也不会任用身为官二代的李景荣 也不会对朱弟心慈手软 这两个错误 让建文皇帝付出的代价 就是失去了江山 朱与伦继位后 敏锐地察觉到了藩王势力对自己的威胁 早在朱元璋活着的时候 朱与伦就曾经问过朱元璋 如果自己这些叔父权力太大不听话怎么办 朱元璋英雄一世也被这个问题问猛了 最后给出的回答模棱两可 结果朱元璋死后 朱与伦果然驾驭不了这些野心勃勃的叔叔 最终被燕王朱棣推翻统治 而朱与伦从此之后也下落不明 关于朱与伦的失踪 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朱与伦出家为曾 也有人说朱与伦一直想要夺回皇位 还有人说朱与伦曾经在朱棣死后回过朝廷 并受到了后继之军的极高礼遇 总之正是对朱与伦的下落会莫如深 至今不知其葬于何处